记者会由团长高祖卢主持,在座的有常委会副主任委员刘中汉,以及团员姚乃坤、吴道胜、双心泉等多人。 高团长首先报告回国考察的目的,他说,他们希望促进菲律宾与东南亚各国,尤其是我国之间的贸易关系。 而菲律宾自从大约半年前开始实行戒严法和新政以来,社会自然良好,外汇准备金在今年三月底到达了四亿多美元,构成了一个理想的投资环境。 目前我国的工商技术、资金都是菲律宾所需要的,可以考虑前往投资。 据说我国工商协定会有意在近期内主团前往菲律宾考察投资环境。